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国外大神贡献的更新版的TikTok 抖音国际版 iPhone手机可以不把卡安装和使用 并且呢可以在TikTok中自由的切换国家和地区 这个最新版本我用下来感觉还是相当稳定的 可以正常的登录点赞和关注 看世界各地的小姐姐的才艺表演 本视频中我将跟大家分享用自签名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安装 这个方法呢适用于所有的iPhone手机和iOS系统的一个版本 并且呢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演示如何在iOS16中打开开发者选项 从而让iOS16系统也能正常的使用TikTok抖音国际版 OK那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欢迎来到我的iPhone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面安装了两个抖音 一个是抖音国内版 一个是TikTok抖音国际版 然后这个抖音国内版的话 我是通过这个App Store 官方的App Store下载安装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抖音的一个国内版 正常的一个工作对吧 返回 然后呢这个是TikTok抖音国际版 这个抖音国际版的话呢 我是自签名的方式安装的 就是通过那个iOS助手 自签名的方式安装在我的手机里面的 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抖音的一个国际版 我们可以回到这边 这边的话 我现在当前的地区的话是在日本 我们可以给这个日本的小姐姐点个展 然后呢给她关注一下 给小姐姐鼓励一下 然后这边可以给小姐姐正常的一个留言 我们看一下这边 在一个留言 Good 老样子啊 Good 给个爱心 发送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 我已经这边一秒前已经留言成功了 给这个小姐姐进行了一个留言 鼓励 然后我们返回 再返回到我的主页 个人主页 这个我已经登录了我的账号 就是呃 我的那个tiktok的账号了 然后呢 我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刚才点展的小姐姐已经在这边了 就是点在的清单里面了 然后呢 刚才关注这个是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 清单 就是关注的up主的清单 点它一下 一共57个 我们点它一下 也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关注的 这个是我之前关注的小姐姐 OK 让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一个返回 然后这些的话就之前我点展的一些小姐姐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抖音tiktok最新版的一个版本号 点击一下这边 点击一下右上角这边的右上角的三条横线 然后点击一下设置于隐私点它一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往下拉一下 把这个往下拉一下 拉到最底下 这个的话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是26.5.0 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了 是国外大盛提供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了 那怎么样去更新 怎么样去切换这个地区呢 你看到在最顶上有一个location 看到吧 这个英文的 这里有一个英文叫location 它的意思就是地区 location就地区 我们点一下这个location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切换了 你看 这边的话有默认 它这边默认的话是Saudi Arabia 就是沙特阿拉伯 它默认地区是沙特阿拉伯 所以说你要切换一下地区 如果说你要看那个Japan的话 你要点一下这边的一个Japan 下面有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等等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切换的 它默认地区是沙特阿拉伯 所以说这个 这个大神的话应该是在沙特阿拉伯的 所以说它的默认地区是在沙特阿拉伯 这个感谢这位沙特阿拉伯的大神 Saudi Arabia 感谢这位Saudi Arabia的大神 OK 那我这边的话就点击这边的一个Japan 切换到这个日本 Japan 然后点击下左上角的这个Apply 点它一下 Apply 点它一下 好 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可以切换到了你想要的那个地区 然后这边的话 你继续往下刷 就是或者说你把这个应用把它杀死 把它关闭这样把它进程关掉 然后再往上滑一下把它关掉 然后再开一下 然后再再往下多刷几个 再往下多刷几个视频的话 就会切换到你对应的那个刚才切换的那个国家和地区了 OK 其实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OK 那我返回到我的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先把它卸载掉 然后我们我会演示怎么样去安装这个最新版的沙特阿拉伯大神提供的这个TikTok的一个TikTok国际版 OK 那我先把它卸载掉 点长按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移除 点击它一个移除 然后这边点击删除 再点一下删除 OK 这样的话 这个APP已经删除掉了 删除掉以后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到我的电脑上面 我会把这个手机和电脑连接演示一下怎么样 用S助手进行自签名来安装这个TikTok抖音国际版的最新版 OK OK啊 欢迎来到我的电脑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这个网站 当然我会把这个网站的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打开这个在电脑上打开这个网站的网址 从它上面去下载这个TikTok26.5.0的一个最新的一个TikTok的一个抖音国际版 然后我们下载到我们的本地电脑点击一下这边的蓝色的一个按钮进行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说这里我就不再延迟这边下载了 这个文件的大小的话是在137.8啊137.32兆左右 也不是很大 下载了你的本地电脑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打开第二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呢 是那个艾斯助手的官方网站 我也会把这个网站的网址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然后呢基于你这边操作系统的版本 你可以看这边有Mac版本 如果说你的电脑是Mac的话 你下载Mac版 如果你的电脑的话是Windows版的话 你就下载Windows版这边下载PC版 我这边的话是Win10电脑是PC电脑 所以说下载PC版就可以了 我这边下载PC版 因为我之前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说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怎么样去下载了 OK 那回到我的电脑的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安装 我们先安装这个艾斯助手 双击安装艾斯助手 OK 弹出我们这边点视 然后呢我们这边点默认就点一下这边安装就可以了 其实非常简单 OK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一个立即体验 点它一下 点击一下立即体验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艾斯助手了 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安装艾斯助手的话 他这边会弹出 在这里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所正在下载那个iTunes的相关的组件 因为这个iTunes必须要有 iTunes的相关组件 他才能正常运行的 如果说你第一次安装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个对话框 说正在下载iTunes组件 那你需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他下载完毕 当然如果说你 之前已经安装过了iTunes的组件的话 那你就直接跟我这个界面一样 直接就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看到我这边的话 TikTok抖音国际版这个版本 我已经下载在我的那个文件夹里面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需要去用我们的手机 跟我们的那个电脑进行一个连接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我们的手机 跟我们的那个电脑进行一个连接 那连接了以后 如果说你的手机是第一次连接 你的这个这台电脑的话 他这边也会弹出一个框 说问你是否信任这台电脑 那你这个时候要点一下这边的信任 就是信任这一台电脑 OK因为我之前已经连接过了 所以说我这边没有弹出来 你这边的话 第一次连接会弹出了信任 你点一下这边的一个信任 OK点了信任以后呢 这边你不要锁平 你就直接这样一个解锁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可以放一边 放在一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这边显示设备已连接 好设备已经连接了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的一个确定 然后点击一下工具箱 这边的一个工具箱 工具箱下面呢 有一个IPA签名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IPA签名 这个工具去签名这个 我们下载的TikTok抖音 国际版的一个这个版本 把它对它进行一个签名 OK我们点击它一下 IPA签名 好点击IPA签名以后呢 我们需要去添加IPA 在这边点一下这个添加IPA文件 点它一下 点了以后呢 我们去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 这个IPA文件 就这个TikTok26.5.0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打开 OK我们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TikTok26.5.0 已经添加进去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对它进行一个打勾 打它打勾一下 然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 TikTok26.5.0 进行一个签名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的 使用Apple ID进行一个签名 点它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需要因为我 已经把之前那个删掉 所以说我你看不到 我这边没有Apple ID 那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下 你的那个Apple ID 进行一个添加 用我们自己的Apple ID 进行一个字签名 这是一个最稳定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在这边输入 我们的那个Apple ID OK输入完Apple ID以后 输入我们的Apple ID 那个密码 这里你密码不要输错了 输错了的话 待会儿那个签名 肯定会失败的 所以说确保 你这边的输入的密码 是正确的一个密码 OK OK输入完密码以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保存 这样的话呢 你下次再去用这个 自签名的方式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麻烦的 去输入这个Apple ID了 我们这边需要点一下 这边的保存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的确定 这样的话 你的Apple ID就输入进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给他点他一下 对他进行一个打勾 这里给他打一个勾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选中他打勾了 那我们这两个勾都打上了 这里打勾 这里打勾 那我们接下来就点一下 这边的一个签名 点他一下 OK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签名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你第一次签名失败了 你可以尝试再按点一下 这个按钮 进行第二次尝试 多试几次 一般都会正常成功的 如果说你没有 前提是你没有输错 你的Apple ID和 没有输错 你的Apple ID的密码 当然如果说你 启动了两部验证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手机上面会 弹出一个两部验证 让你输入一串验证码 输入到这个 艾斯助手里面去 因为我这个艾斯助手 之前我已经 操作过 之前我已经验证过了 所以说他没有显示两部验证 所以说我这边就没有显示 两部验证 如果说你第一次操作的话 这边会有显示 两部验证 在你的手机上面 那你却需要去输入 这个两部验证的 那个验证码 所以说你这个要 仔细一点 如果说你这里面 Apple ID输错了 或者你的Apple ID密码输错了 都会出现你这个 签名失败的一个情况 当然你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看 我这边状态显示 签名成功 这是签名成功了 但如果说你 第一次签名不成功 如果说你有两个账号 如果说你有国内的 那个Apple ID 你可以试一下 国内的Apple ID 如果说你有国外的Apple ID 那也可以试一下 国外的Apple ID 你两个都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一个不行 那你可以试另外一个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的反馈 都说在这个签名 这个这一步会遇到困难 所以说你多试一下 认真仔细一点 这边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我这边显示签名已经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 打开签名的IPA位置 点它一下 好 这个IPA 它是已经签名完成了的 它是在我的文档里面的 我们先把这个 往右边拉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窗口关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的设备 再点击应用游戏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拖进去 把这个TikTok 这个已经签 已经完成签名的这个IPA 拖到我们的iPhone里面 拖进去 这样的话呢 它就对我们的 它就安装到我们的iPhone里面去了 就是这个 你的手机呢 保持这个 开打开这个状态 不要锁平 保持这样打开的状态 它就会 就安装到你的iPhone里面去了 另外还有 在这边要说一下 如果说你到时候的话 这个自签名的方式 就是七天到期了以后的话 就是你重复一下刚才我那个步骤就可以了 就是你这个IPA 你不要删除 不要删除你这个 TikTok 走音国际版 你只要覆盖安装 就是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你下载的这个文件 这个是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原版 这个TikTok 你只要对这个原版TikTok 再进入这个工具箱 再打开这个IPA 对它再进行一次签名 就重复对它进行一次签名的话 就可以再继续使用七天了 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OK 然后这边显示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TikTok 你看 已经安装完成 这边个人正版 就是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个人的一个正版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回到我们的手机 看到 这边已经安装在我们的那个手机上面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拔掉我们的电脑 那这个时候 电脑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那接下来所有操作的话 都是在手机端来完成的 就是这个TikTok 这个应用 刚才我说的 如果说七天到期了 就是再按我刚才的那个步骤 对这个下载的这个原版 这个TikTok 26.5 对他进行 对他再次一个签名 然后再次完成了签名以后 再用你那个完成签名以后的那个应用 就是他会自动帮你存储在你的文档里面的 再次覆盖安装 把它拖到你的那个手机里面 再次拖到你的手机里面覆盖安装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方便可以继续的 无限的重复的去使用 非常的方便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方式 因为自签名的方式是最稳定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点击这个TikTok我们试一下TikTok 这个时候他弹出说这个需要信任 对开发者进行一个信任 那我可以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取消 我们打开这边的右下角的设置 然后呢我们点击往下拉 拉到这边的一个通用 点他一下 点一下通用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拉拉到最后 这边有一个VPN与设备管理 点他一下VPN设备管理 然后这个看到这是你的那个App ID 你点他一下 点点击他一下 进去以后 你看到这边信任你的那个App ID 蓝色的这一行字 点他一下 信任 然后这边有红色的字 信任他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桌面 然后我们再去点开这个TikTok 你看这个时候TikTok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OK 到了这一步 我要强调一下了 这个到了这一步的话 我们先暂停 我们先暂停 如果说你的手机是iOS16 iOS16的时候 这一步你是打不开的 你点开这一步的话 他会提示 让你打开开发者模式 如果说你是iOS16的话 你是打不开这一步的 我这边 因为我这个电脑的话是iOS15 所以说直接就可以进入TikTok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你是iOS16的话 那你接下来的话呢 你点这个你是点不开的 那你必须要做哪一步呢 你要点开这边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点返回 返回 返回 一直点返回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一直往下拉 拉到最最下面 看一下这边 你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叫隐私和什么 就是你看到有一个隐私的 iOS16的话 这边不是两个字 是四个字的 是隐私和什么什么 然后你点开这边的一个隐私 就是你这边iOS16 是隐私和另外两个 我具体我忘记了 就是隐私和什么 然后点进去 点进去这边 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然后我们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这边因为我是iOS15 所以说我这边没有那两个选项 这边应该是在这里 有一个选项叫做那个打开开发者选项 那你需要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有一个开关的 就点进去以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关 点它一下 就是打开那个开发者模式了 开发者选项 点它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 它问你是否确认 要重启iPhone手机 你点一下 确认 重启iPhone手机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iPhone手机会进行一个重启 重启了以后 然后它在重启了以后 进入桌面以后呢 它会再次提醒你是否确认 要打开开发者模式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再点一下确认 那这个时候 完成这个步骤以后 然后你再打开这个TikTok 就能TikTok就能正常的打开了 所以说iOS16的话 就是有最后一步 就是要增加最后这一步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一步 那你这样的话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TikTok 投影国基板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教程 接下来我们点击 这边的一个同意并进去 点它一下同意并继续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那个跳过 然后这边的话 网上滑一下 开始观看 你看这边呢 就可以开始观看了 我可以不允许 或者然后点击要求不跟踪 然后这边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刷 我们要看的那个视频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个人主页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那个 各种账号都可以登录 你可以用手机号 我一般喜欢用我的手机号 发送那个验证码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登录 这个登录方式 是比较稳定的 可靠的一个登录方式 然后用Facebook登录 或者用那个Apple Apple ID登录 或者用谷歌账号登录 或者用推特 都可以登录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用那个谷歌账号 是能不能登录 因为我一般都喜欢用 那个我的手机号 然后呢 发送验证码的方式 进行一个登录 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登录方式 OK 那我点击一下这边 谷歌账号登录 我们点击这边的继续 然后我选择一个 我的一个账号 点击这个这个 如果说你登录 它显示太多的尝试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节点 因为这个 当然这个前提的话 你必须已经开启了 科学上网的一个环境 然后你如果说 它这边提示说 那个尝试太多 或者说次数太多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这边 这边的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 就是你看到 我现在可以正常的登录 在这边 我已经正常的登录了 非常的稳定 就直接可以登录的 非常的方便 你如果说一边 你这边尝试登录失败 或者说太多的尝试 太多 many attempts 那你可以试一下 换一个节点 你可以换一个节点 因为这个TikTok的话 必须要科学上网 它才能打开这个TikTok 才能刷视频的 OK 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这个视频的话 我可以看见 我之前的点展的一个记录的话 应该也都是在的 我会看一下 这边都是之前 我点展的一些记录 它都是在的 OK 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展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